回顧 上一集呢 我們幹完了我們的村長家 然後我們還用一個很87的紅石教學 但是那一段我是用那個倍數跳過啦 這樣子 好啦 那這一集呢 我們 會來蓋新的東西 我想要是蓋一個體育場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影片就開始吧 哈囉大家好 好我是YoutubeDys 今天呢 我要先來講一下這個小小的一個 我跟你們談談話 就是 我的寒假已經開始了 對 然後我每天的八點鐘會出一部片 因為寒假就是比較有空啊 所以每天八點鐘都會出一部片 這樣子 然後我也已經把上次那個87 87紅石已經弄掉了 這樣 這樣 好 然後呢 然後 我 你們看到這部影片應該會是在 1月20號 對 應該吧 1月20號看到這部影片 然後 1月20號是我寒假第一天 2月13號是寒假的 就是結束 然後 2月13號是開學第一天 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 這段期間 我都會每天晚上八點鐘 發布影片 然後你們 就是記得按訂閱我 然後按那個小鈴鐺 這樣你就會知道 我發片的時候 我就會通知你了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蓋一個體育場對吧 體育場 類 體育場我覺得 我們應該是要 蓋帶 往那邊的一個方向 這樣子 那 我們就先 把這裡 打通一下吧 好 我發現 就是從這裡會通出來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們經過一個隧道 然後這樣就可以到體育館 好 通出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裡蓋一個我們的體育場 好啦 可是 蓋 游泳池好了 呵呵 體育場太大了 感覺 就在空地 我 可能要私底下 整地我才 我才能蓋我心目中的那種 體育場 所以 我們就先來蓋一個 游泳池 這樣子 你們覺得好不好 嗯 游泳池要多大呢 我來哭吧 原來 不太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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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差不多是這樣啦 那 對 然後呢 我就是在想說 我們 不然就用一個熱池 一個冷池這樣子好了 所以我們先來 圍一個 圍池子的部分 對 那我也有發現 我的那個 就是不是玩minecraft 的影片像 新路古物語啊 史萊姆龍場啊 或者一些手遊 對 那他們的觀看數 都不是很好 都不是很理想啦 因為 我的標準的觀看數 就是 像 86啊 我知道我有個影片是86 那個 真的 真的 感謝你們 我覺得你們太棒了 然後 我覺得 VLOG的系列效果是還不錯啦 可是別的遊戲你們是不是 不太喜歡看還是這樣的 還是因為別的我沒有剪輯 可是 別的就像那種劇情式的剪輯 你看看哪一部 哪一種系列呢 就是可以放到 右上角可以投票這樣子 因為 感覺你們不是很 對別的遊戲 感興趣這樣子 對 齁齁齁 再來 我覺得我們的熱池和冷池已經弄好了 我有想好 這應該會是熱池 那是冷池 因為 平常去看 應該就是 冷池比較小吧 對 我自己觀看是這樣啦 我不知道你們 看是怎樣 好啦 那 今天 因為我剛剛才編輯完一部影片 我覺得我講話很卡耶 對 超卡 你看我現在就會停頓了 超卡超卡 所以 對不起啦 因為我對 我對講話其實沒有很 因為我平常在班上 或者就是 平常的時候是不太 講話的 不太很講話 所以 錄影的時候 就是 講話 你也知道 這個 講話 對我 不是 不是一個強項啊 所以 我也是用這個來練習 講話 對 就是 講話啊 然後我發現我影片不是很搞笑耶 因為 像那種很成功 或者 那種 YouTuber 或實況主 而且你幹嘛 欸 放不進去嗎 為什麼 等一下 是我材質包的問題嗎 欸 好奇怪喔 好吧 那我用別的 對 我就是因為要練習講話 有了 所以 講話就不是很強 這樣子 所以 可能要跟你們說聲 抱歉啦 因為 我影片看了 可能你們會覺得停停頓頓頓 或可能有些人覺得沒關係 這樣子 嗯 我也會試著調整 對 好 那現在我們就要把那個 就是 冷泉的那個 冰水 就是 我覺得正常水應該就算冰水了吧 你們覺得咧 應該 OK吧 那昨天那部影片 應該不錯吧 我剪的蠻認真的 對 你們應該會喜歡 然後 這個我想要就是溫泉 但是溫泉不可能放岩漿啦 所以 我有看過一種 溫泉是這樣子 我來弄給你們看 可是我剛才不小心打掉 quotes 一 quote 他太奇怪了吧 好 對不對 所以你們是喜歡看 搞笑風的影片 還是像我現在這種 還是 還是你們想要我的影片搞笑嗎 然後再來是 要再往下打兩顆 好了 好了 再來呢 我的這種方法 是 來來來就過來就過來 就是先用一個 地獄石 把它鋪一鋪這樣子 因為這種要點火 可是你們應該會想說火加熱水嗎 可是水不是會把火滅掉嗎 那是你們愚蠢的想法 沒有啦 一般人是在這樣想 然後我們就會用 半磚把它隔開 把它隔開 是半磚嗎 還是全磚 好像是全磚 87 好 呵呵 今天沒有馬兒了 耶 好開心 沒有馬兒會在那邊算我了 嘿嘿嘿 好 噴 打火石 打火石 打大大的屬�니다 打火 文就要把這裡全部都點上火 燃燒吧 火牛 燃燒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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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後製會 坐身上去 所以我不用擔心 燃燒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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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好美啊 你們不覺得嗎 可是我在手機板試過這方式 只是 它的粒子效果沒有飄那麼高 怎麼會這樣 手機板的粒子效果是不是噴的比較少 有手機板的回去測試一下 因為我現在沒有怎麼在玩手機板 可是我只記得 它那個 粒子效果好像是一格的距離 所以 所以我之前在實驗 這種方式 完全沒有效果耶 我之前在原始生存 又想蓋過 可是後來完全沒有效果 所以燒燒了 所以我就想說那就算了 要開防燒嗎 之後我再去查那個指令吧 現在讓它燒吧 有 有 這粒子效果 不錯 對 我愛這粒子效果 我愛它 這就很像那個 這就很像那個 無限水源 好 好 耶 好了 完成了 完成了 一個是熱池會冒煙 另外一個是冷池 耶 好棒喔 啊 好冰喔 啊 好溫暖喔 耶 好啦 那麼今天 今天的實況 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我們也先把它標示一個告示牌吧 我們每一次都會 標示告示牌 這是已經 是我們這系列的一個 超棒的習慣 來 好 那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記得喔 我每天晚上大點整理卡片片 這樣子 然後一樣飛的步的 喔有了 好啦 那今天我們就是蓋了這個 冷池加上熱池 然後旁邊的樹都在燒 對 我下一集應該就開始開防燒啦 好啦 那 大家 掰掰